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當然這是我個人的感受 我的感受是 大家一定看我去買過蓬果 蓬果有一種 是外面很漂亮很大顆 你要拿出來把它叮 砰砰砰砰砰砰砰 另外一個蓬果 外表普通 但是你把它叮起來重重 你把它叮起來更重 今天切下來吃又重 很紮實 我的感受是這樣不一樣 那麼今天蘇嘉全 他有講一些話 其實請大家看看 大家對他的感受反應怎麼樣 我是覺得還不錯 來 我們來看VCR 如果沒有前一天晚上的槍擊案件 報告主席 我可能是蘇市長 而不是附中的候選人 特地換上燙得發亮的西裝 就是這股自信 五毒大台中選戰 打出蘇嘉全聲望 不過蔡英文副手繞了一圈 外界形容他想被胎 轉折乾脆自己講 我跟主席說 一定要對我們東外先來找一些 我們感覺切斷的 我們也要對東來 把一些我們東來的前輩 來考慮在裡面 對我個人好 我感覺是最好的定屬的進行 我一生做事情 沒有委屈這兩個字 只有承擔這兩個字 相知相惜的在一起 我們的默契 不需要透過太多的言語 只要主席大概 他眼睛一眨 嘴角一撇 我就知道主席在想什麼 蘇嘉全從政25年 從國大代表開始 當國立委 屏東縣長 地方經驗峰部 也曾是農委會主委 內政部長 我比較踏實 講話比較實在 我說我的腳比較長 雖然起步比較慢 但是我在最短的時間 我就可以把他趕上 我要向主席報告 主席您放心 我們一定會打贏這一場的選戰 單因曾調侃 蘇嘉全任副手 就像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副手剛出爐 就飄出禍藥味 當時吳志強也是這麼想 他覺得我去台中 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結果沒有想到 這個禮物最後變成炸彈 離開前 蘇嘉全一個個寒暄握手 已經開始拉票 好 今天我特別把上一次 五都選舉的時候 那麼蘇嘉全在台中 這個選票 這個調出來 這是蘇嘉全民主進步黨 69萬8千300多票 那麼得票率是48.88 那麼胡志強 中國國民黨 他是73萬票 得票率是51.12 換句話說兩個人 差多少呢 差2.24 2.24 那麼差差不多3萬票 3萬票左右 3萬1千票 所以他們現在都說 決戰中台灣 蘇嘉全剛剛說 他不是那顆清智 他覺得他現在是台中市長 對 決戰中台灣 我告訴大家 蘇嘉全 就是說 現在聽到台中的聲音 是這樣說 當時有人要去選蘇嘉全 因為一個清智 應用到他代表 起用 他代表扶持什麼 扶持什麼 扶持什麼一檔選 之後他就說 到那裡選到人了 你看阿賴夜店 什麼的 翁齊南命案 什麼的大堆 所以現在他們有些聲音說 要讓蘇嘉全一個公道 所以我想他對中部的加分 只用這個小小的 一個故事 又普遍的這個想法 就看得出來 好 大家說 不要去找什麼蘇嘉 請蘇嘉全 什麼天象調菜的禮物 什麼沒有加分 如果有的 沒有在說這個 說這個就標示什麼 就標示我們提名提對 好… 要了解這點 要不然 他每天都告訴你 對你們這個最好 蘇嘉全都會去討好 所以蘇嘉全都會去討好 所以蘇嘉全的配名 就標示我們這次提名 絕對是正確的 我要載出來大家強調這點 大家蘇嘉說 副手到底是要做什麼 副手其實我們未成為 美國副總統說 他是減參議院的議長 所以他有一定的職權 很重要的功能 美國副總統有這種功能 我們台灣副總統 你看蕭文昌就好 蕭文昌是經濟總多斯 結果他做副總統 台灣經濟局 不要叫武漢民運幹麻麻 蕭文昌找到 所以我說這個 大家蘇嘉說 其實副手最重要的是 不能減分 要支撐得起來 不是在簡單 如果能夠加分那是更好 但是所謂為什麼叫加分 加分就是 基本分數 或是在西洋政府 或是在 總統候選人的政府 為此看起來 你用這點來看 其實 當時副英文 三個民選 包括東華 包括東來大陸 包括他 都是一樣的平等在對待 你看到一個 最好是最好的 所以其實我是覺得 提名 蘇嘉全 其實是最好的 最好要跟大家報告 這點說 要看蘇嘉全 賀敗 要從他以前從政的經驗 要做他的施政檢驗 你看以前 平東是歐洲的故鄉 有坐在一起 做館長的時候 你看開衣青 有那個沒有的 那裡做黑道的故鄉 現在 他經過蘇嘉全做館長 變成黑鮪魚的故鄉 風靈紀的故鄉 承接蘇貞昌 又是什麼 歐洲的故鄉 所以他的政績 他做立委的時候 他做內政部長 他做農委會主委 他的政績經得起檢驗 所以你看年輕 但是他從政的資歷 這麼多 這麼完成 你如果跟五十二閉起來的時候 我覺得 還有一個克制 大家在思考 五十二 真是只有五十而已 都沒有去找找人 靈牙立詞 有人說他尖酸科博 說什麼人 說他白菜的那個人 都要尖酸科博 說他尖酸科博 但你看蘇嘉全 民進黨 或是說譬如說 他在做內政部長 做農委會 跟這些內軍立委的互動 沒有人太陷了 我覺得 沒有人太陷了 沒有人太陷了 AAT不是有人罵說他無能嗎 對 你的叫 貪腐 貪腐敗 貪腐敗 黃金平說的腐敗 他說外面都有人說我白菜 沒有人說我腐敗 這都是性慰的 是性慰的 是性慰的 所以我說這個 他不會這樣自己辯護 我來保重 他的白菜是陷 危機解密 美國的在台協會 都認為他說謊話 也因為白菜這樣 為什麼 人家9月23號 爸爸風災給他 他剛才做行政頂的時候 司徒雲 跟他記名的時候 他跟司徒雲說 不要救的民調已經超過50% 司徒雲先這樣納問說 我們AAT所看到的民調 所看到所有 都20%以下 雖然有上升一點點 怎麼可能50% 他想說美國人好變 他想說美國人好變 叫美國後面主席 是怎樣 他說 無論你 說馬英九的民調超過50% 但是沒有任何證據或民調的調查報告支持 根據我們的所有的調查所看到的 都說他是有微幅上升 但是沒有那麼多 更好 你不是 AAT是不是 我怎麼認同一百歲 我自己去思考一下 不過請教一下徐議員 因為你是發言人 所以你可能了解內情 因為大家都知道他 蔡主席好像去找過龐懷男 那麼到最後也找了蘇貞昌 後來都沒有答應 中間我不曉得是不是還找過哪一些人 那為什麼他們拒絕 那是不是說民進黨要找副手人選這個事情 到底人家拒絕的原因是什麼 碰到什麼樣的困難可以說嗎 其實這個名單沒有多少 其實就是剛剛主持人曾經提到過 就這麼三個人 這樣而已嗎 對 就這麼三個人 那這個過程因為 所以是龐懷男 蘇貞昌 蘇嘉全 對 而且從頭到尾 其實這個蘇嘉全秘書長 他都知道這個過程 這個老實講 因為一個是秘書長 一個是黨主席 對這些問題的整體 總是要做一定程度的討論 資訊互相的流通 這是絕對有必要的 其實主席做了這樣的一個過程 其實它是一個整合 整合黨內共識的過程 最後的這個結果出來 就如同主席自己講的 最後的一個結果 就是一個最佳的組合 那這個就是一個局面的改變的過程 其實我們從頭到尾 就只有開兩個條件 拿兩個條件 說這個副手人選 第一個有助於盛選 第二個要有助於未來執政的穩定 那就以盛選這件事來講 蘇嘉全他在台中市 大台中市的這整個選舉過程裡面 其實也是這次選舉中間 其實南台灣跟北台灣 目前還是有一樣的趨勢 就是說北南南綠 兩 minha股市都將大嚴重 北台灣 除了更多 所以加入大家